颱風畢竟不少到墾丁遊玩的遊客 一大早就收拾了行李 準備要回家 而在恆春鎮上 有一家很知名的鴨肉冬粉店 也因此人潮爆滿了 詳細的情形交給記者林炫鈞 好 主播觀眾 現在我所在位置 就是屏東恆春鎮上的 一間鴨肉冬粉 可以看到其實旁邊的排隊人潮 跟一些店家 其實都是滿不下 挺不下來的 因為要吃麵的人潮是相當的多 今天禮拜天 所以再加上颱風要來 不少的店家都是沒有開的 很多遊客是來這邊 飽餐一頓之後 就準備要回去他們自己的家 來躲颱風 那其實可以看到 整個店內都是坐無虛席 因為這間店在當地也算小有名氣 所以不少人會來這邊吃 那我們剛剛其實也問到 一個台中的家庭 他們來這邊烤肉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訪問 那你們是從台中來對不對 對 那就是來參加這邊 玩兩天一夜 兩天一夜 那颱風的話會有影響嗎 沒有影響到 風比較大啦 風比較大 烤肉風會很大 是喔 生火會生不起來 生火會生不起來 對 那你們這樣的話 玩水會不會受到影響 沒有玩水 我們沒有玩水 沒有玩水 對 趁著颱風來之前 沒有 沒有排水 玩水的行程 對 那所以就是趁著颱風來之前 趕快吃一吃趕快回去對不對 是 OK 好 謝謝 可以聽到 其實不少人是趕快吃完 就要趕快動身回去 因為這個山陀河颱風呢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 是影響台灣最劇烈 包含橙春半島的部分